歡迎收看 疫情了,今天無法外出 如果行山的話,沒有人戴口罩 又有點想著出去燒烤 有甚麼感覺 怎樣在家裡可以做出這件事 所以想起雜菇包和燒雞 放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個美味的 雜菇包通常最常見的問題是焦燒 如果焦燒,最容易解決的方法 就是加液體在包裡 你可以加甚麼都可以 我決定了加這個Sukiyaki的湯 Sukiyaki的湯和洋蔥、蒜頭和牛油 非常好 你就可以包得很緊 然後用中火燒烤 你看到它漲漲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吃火了 我們是否剛才燒烤了 有點蜜糖味 很棒 真的很特別 我平時很喜歡吃菜的部分… 是菜的部分嗎?醃的部分 但是你用了它的筋的部分來製作 對,那個… 芫荽… 芫荽筋 其實那些通常香茅芫芫荽筋 放在一起,即是撞在一起 就有這麼多泰國風味 而且你沒想到那些芫荽筋 我不知道能吃得到 是…味道真的很特別 不是苦澀,但有一種… 它的味道 對,它的味道 但那種味道很像泰國 如果沒有這種時間去醃 可能幾分鐘,幾十分鐘 或者半小時 芫荽筋的筋 筋 很入味,很幫助 除了我們今集外送吃的 甜辣醬河式炸雞 你吃過最邪惡的炸雞是怎樣的 各位觀眾,每晚外送播出之後 我們都會和你玩有獎問題遊戲 答得最有創意的臥底 就有機會得到 由伴侶,糊糊送送出的現金券 想知道更多內容和玩法 可以上ViuTV、Facebook 我自己覺得炸到雞皮薄薄脆 已經夠邪惡了 你又怎麼看 對呀,緊貼外送,輕鬆加送 記得參加有獎問答遊戲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